新年一时 燕照大地生机盎然 3号上午10时30分许 习近平来到中部战区陆军某师 他首先查看了部队武器装备 数十台套数字化装备 整齐列阵 威风凛凛 习近平边走边看 不时驻足询问 在地面突击系统装备前 习近平饶有兴致地登上99A坦克 这是我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主战坦克 他这个有一个三个人成员 三个成员 驾驶员 车长和炮长 他这个有一个显控中单 主席这边说 这是碳雷车 主要是通过雷达来探测地雷 主席请看 上方的是金属再输射雷达 他主要是用于探测非金属地雷 在火力打击系统装备前 习近平登上红箭石导弹发射车 详细了解装备战绩性能 习近平强调 把部队科技含量充分释放出来 把科技优势转化为能力优势 作战优势 随后习近平来到侦察情报营训练场 该营侦察二连 是侦察英雄杨子龙授予英雄侦察 习近平仔细观看狙击手后主攻势和伪方训练 是伪装得好 军令 主席好 这个身上的也是 主席 这是冬具伪中一 今年几岁了 主席好 我今年22岁 参加几点了 我今年第四年 下式军权 主席 这是激光测距机 是我们单兵便携式侦察装备 习近平决问数字化单兵作战系统情况 看到侦察兵生龙活虎 训练有素 习近平很高兴 习近平对新入武战是十分牵挂 训练场上 二连新战士 正在进行侦察格斗技能训练 习近平同他们亲切交流 详细询问有关情况 体育特长 你是体育是什么方面 主席 我主要是跑短跑100米 和四乘100米接力 100米速度是短 最快成绩是十秒方三 那真不错 战士徐大庆现场打了一套长拳 虎虎生风 赢得热烈掌声 我们杨子荣侦察连 要把这种英雄主义精神发扬光大 同时也祝我们这些新战士 入武以后在这个大熔炉 大学校中 早日成才 早日立功 谢主席 谢主席 好 主席 我能跟你喝点饮吗 好啊 小小小小ác gesagt 主席 是时 brave 只是在香港 这个非常黑 时代之这个民意ализ 分别的时候 下午三时许习近平来到模拟训练中心 接见师机关全体弹部和所属部队团一上弹部 握手合影留念 接着习近平参观了诗史馆 给习近平看得很仔细 在反映该师抗美援朝战争期间 激战松鼓风情况的展板前 习近平感慨地说 这一仗打得很激烈 官兵战斗作风很顽强 随后习近平听取了该师工作情况汇报 并发表重要讲话 他强调各个系统各类要素建设 加强信息系统和作战数据建设 形成作战能力 有机融入全军联合作战体系 要强化改革创新 优化编程结构 加强科技运用 积极推进创新型人民军队实践探索 要强化政治保证 抓好党的十九大精神学习贯彻 贯彻古田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精神 按照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 加强各级党组织建设 开展传承红色基因 担当强军重任主题教育 确保部队坚决听从 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指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席亮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李作成 苗华 张生民参加活动 台南